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我是王炯 这期依旧是手机简史 我们已经聊到第五期了 前面第四期我们讲的是魅族和小米 这两个品牌应该说是 机圈粉丝量最大的两个品牌了 他们在中国这种手机成长的初期 都立下了汉马功劳 但是目前国内手机市场 还有一个顶级大哥 那就是华为 华为这个品牌是非常老牌了 而且做手机也非常非常的早 但是它真正开始进入高端市场 进入大众的主流事业 经历了好几个过程 不客观这天 小白测评手机坚持 今天咱们聊华为 记得三连本视频 点赞收藏投影币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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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其实华为做手机并不算晚 只是一开始都不务正业 甚至在02年 任正非曾拍着桌子喊道 华为公司不做手机这个事儿已经早已定论 谁在胡说八道 谁在胡说 谁下岗 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司成为了现在全球第三个拥有手机芯片研发能力的厂商 其中的故事咱们好好讲一下 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话 这个通信工具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世界 但是直到1970年法国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台成空数字交换机 这才极大的提高了电话的工作效率 20世纪80年代后成空交换机的研发技术日趋成熟 这才正式向全球普及开来 与此同时 国内电话也开始大幅增加 国内市场的空白成为了最赚钱的地方 我记得我家90年代装电话的时候 好像将近2000多块钱 而且还得排队 于是在1987年 华为成立了 这个时候的华为 还是当时势头很胜的香港HAX交换机公司的代理商 通过中间商赚差价 这也为华为积累了第一桶金 但是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意识到 一位的代理最终肯定会被淘汰 于是在1990年 华为开始了自主研发的道路 而这也就奠定了 华为最终会进入手机这个行业的基础 华为和手机最早的缘分 起源1997年 97年的时候 华为推出了无线GSM解决方案 公司内部申请研发GSM手机 用于辅助GSM解决方案的销售 但是作为一个为运营商 提供通信技术的设备服务公司 为了让运营商放心 任正非曾承诺不进入通信消费品领域 所以并没有同意 意思就是我给你供货 你放心 我会安心赚我的钱 不会抢你的肉的 同年 国家为了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手机终端项目 信息产业部主动希望华为做手机 也被任正非给回绝了 而1998年的事件 更让任正非决定了不做手机的信念 这一年正是从模拟画机 沿进到有来电识别功能的数字画机时代 华为画机事业部也推出了自己的数字电话机 配合自己的CNC08程控交换机 在中国电信销售 但是由于价格竞争激烈 生产优势外包 电话机的质量良有不齐 经常出现问题 而当时的无声电话还真不是家家都有的 他还经常作为礼品送给客户 但是故障连连 导致客户经常调侃 你们连无声电话都做不好 怎么能做好激战呢 一招被蛇咬 三年怕草生 这加重了华为不做手机的决心 而这个决定坚持了五年 而这五年里 除了放弃手机 还错失了另外两个比较大的机会 给华为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时间回到1997年 这一年杭州渔航邮电局局长徐福欣到日本考察时发现了PHS技术 他觉得这东西拿回来 国内一定会受欢迎 PHS中文译为低功率移动电话系统 它采用微蜂窝技术 通过微蜂窝基站实现无线覆盖 简单来说就是 固化可以不再固定 而是在无线覆盖的范围内自由移动 基本就是可以大幅随意移动的无声电话 PHS系统中的终端产品 就是十几年前的小龙通 小龙通的优势是辐射小 最重要的是资费和固化价格差不多 对于小龙通技术 华为的高层也颇为动心 但人总的态度却是 这是短暂的赚钱机会 华为是一家为未来投资的企业 宁可赔钱也不去做过时的技术 确实由于技术本身的落后性 小龙通的信号始终无法实现在一定速度的情况下稳定通话 例如你在坐公交车的时候 由于要跨越很多通信基站 导致通话随时可能会断掉 咱们父母那辈的人应该有很多人接触过小龙通 大家可以问一问 虽然人总的决策并不能服众 但是华为当时还是放弃了小龙通业务 让华为错过了一步增长 第二年也就是1998年的1月 浙江杭州渔航区正式开通了小龙通 标志着小龙通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2000年4月 电信拆分出移动 移动和联通都有移动牌照 开始大力发展手机业务 但是电信没有获得移动牌照 固化业务也到达了天花板 利润几乎不再增长 中国电信不得不抓住小龙通这个救命稻草 但是移动和联通认为PHS是移动通信技术 认为中国电信是无照经营 去信息产业部告状 中国电信则坚称这是固定电话技术 不违法 双方争执不下 2000年6月 信息产业部下发通知 将小龙通定位为固定电话的补充和延伸 这宣告了电信的胜利 于是各地电信集纷纷上码小龙通业务 纵然小龙通有着信号差 一雕线等等问题 但是凭借着短号码 资费便宜 单项收费等特点迅速风靡全国 2006年10月 小龙通的用户数量达到了历史顶峰 9341万 接近一个亿了 当然这个是后话了 任正非当时压宝的是GSM技术 也是当时最主流的通信技术 1998年到2002年这一段时间 是中国通信市场疯狂扩张的阶段 尤其是2000年 电信拆分珠移动 也正是移动大类发展的同时 仅广州一个省的移动GSM扩容 订单量就高达上百亿 但是华为自然的GSM却因为技术不成熟 很难在市场上有所突破 而华为崛起的另一个要素 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战略 在技术和质量不占优势的情况下 华为从国外公司无暇顾及的现成做企业 而这也是华为崛起的重要战术 但是到了2000年 这招失效了 巨头们看懂了中国企业的战术 只要华为和中兴研发出某款产品 它们就立刻对应开始降价 让中兴华为的产品失去竞争力 虽然当时广东移动的GSM扩容订单量高达百亿 但是华为几乎无法打入重要市场 而华为的第三次误判 就是过早的放弃了CDMA技术 当时的2G主要有两种 一是欧洲电信设备商和运营商 共同制定的GSM 另外一种就是高通发展壮大的CDMA 在2000年的时候 国内企业技术不足和战术的失效 让GSM的网络通信依然被国外巨头垄断 为了扶持国产企业的发展 政府决定学习韩国引入CDMA 2002年3月 中国联通的CDMA项目启动200亿元进行网络建设 并宣布此后的5年 因CDMA引发的网络建设手机终端和服务市场 加起来可能会达到5000亿 华为的死对头 中兴TCL大唐等等企业 都在网络设备和手机招标中获了一波风 等看到招标在匆匆上马的华为已经为时已晚 在2001年至2002年 联通的一二期招标中 华为接连败北 2001年 华为全年财报显示 华为出现创立以来首次停止增长 2002年 华为则迎来创立以来的首次亏损 总而来看 不做手机 低估PHS 过早的放弃CDMA 成为了这段时间 华为的三次寒冬 难得思辨 这也促使了华为的改变 张丽华或许是关键的角色 这个人就是华为研发的作者 2002年10月底 北京国际通信展开幕 张丽华负责给公司高层 介绍整个通信展体现的技术新趋势时 把之前准备的华为 要尽快立向做3G手机的材料 边走边说了一路 通显之后 张丽华就收到了徐志金 扩胡 华为当时的副董事长的命令 准备一份给任老板的 正式手机立向汇报材料 在准备材料期间 张丽华在当时的3G业务小组 说要参加了一次 任老板亲自召开的 对无线产品线的讨论会 会上当时任老板让大家畅所欲言 张丽华忍不住大声说 华为的3G设备只能卖一次 但是消费者可能一年 会换几部3G手机 中国有好几亿手机消费者 华为应尽快立向做3G手机 否则会错失巨大的市场机会 任老板一听 啪的很想拍桌的说 华为公司不做手机这个事 早已定论 谁又在胡说八道 谁在胡说谁下嘎 华为在书里的描述是 他仍然清楚的记得 当时凝滞的气氛 任正非的声音很洪亮 他的话一出来 立刻没有人敢吱声了 我当时心想 自己可能要离职了 这事就卡在这里 成为公司内忌讳的话题 不过张丽华决定 还是要把手机立向材料 做好再离职 可真是坚持啊 这最终也促使了华为进军手机 2002年底 徐志军受着老板委托 召开手机立向讨论会 而负责汇报的就是张丽华 汇报结束之后 任正非情绪非常缓和的 说了两句话 计评 拿出10个亿来做手机 虽然只是平缓的一句话 但是我们无法想象 任正非当时内心是多么挣扎 2002年的时候 华为净利润 只有一亿美金出头 拿出10个也是 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魄力 2003年7月 华为成立手机研发部 任正非决定同时进入 小灵通手机市场 同年11月 华为终端公司正式成立 但是这个时候 摆在他们面前的 已然是一场红海大战了 就像做手机一样 在家云鞋做做视频 也是不容易的 各位看官老爷们 三连投币一波 感谢感谢 虽然华为终端公司成立了 但是做机华为并没有经验 不过凭借通信领域的积累 华为短短半年之内 就攻克了小灵通技术 并依靠自己的供应链 将高达2000块钱左右的 小灵通出货价 拉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300块钱 并且借助运营商的渠道 华为迅速攻占了 小灵通25%的市场 同时也极大拉低了 小灵通的市场价 听着是不是很熟悉 是不是很像最初的小米 而也终是这段时间里 华为终端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但是小灵通并不长久 3G才是未来嘛 但是03年 联发科已经到了崛起的前夕 高端还在国际巨头的垄断之中 华为如何打入这一片红海呢 就像当初华为通过农村包围城市一样 先走别人不怎么走的路 运营商定制机 运营商提供要求 华为生产 不用推广 运营商负责销售 这活看着很轻松 其实有苦自知 贴板机的净利润大概只有五个点 如果市场预测不准确 储存积压那就是亏本 但是华为一做就是十年 运营商定制机有两种 一种是只有运营商的logo 另外一种是既有运营商的logo 也有华为的logo 所以即便耕运十年 当时的华为手机依然鲜有人质 而随着越来越多手机厂商的加入 产品同质化日益严重 门槛变低 都极大的压缩了这个业务的利润 在运营商的招商会上 甚至都分不清哪家是哪家的手机 华为手机最大的一次变过就是08年的时候 华为的终端业务差一点就一主了 08年的时候 也就是国内市场山寨机最为辉煌的一年 运营商的定制机虽然还有利润 但是相比华为通信设备的主业来说 已经是微乎其微 所以在这一年 华为决定对外再出售手机公司49%的股份 当时也找了全球非常多的大牌基金来谈 比如TPG 银活 红杉等等 对应的标的价格是40亿美金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9月14日雷曼破产 2008全球金融危机到来 而在当时来看 华为中单公司不过就是另外一家富士康 比照当时富士康的市盈率顶多值32亿美金 经过数轮竞价之后 备恩资本和银湖两家私募股权基金 进入到了最后竞价阶段 但是这两家公司的报价 仅为华为心里医区的四分之三 人老板一气之下干脱不卖了 赛翁势马 胭脂非福 现在看来绝对是一个好事 如果进度再早一个月 或许真就卖了 2010年12月3日 华为召开高级别座谈会 在会上 任正非将手机业务 升级为公司三大业务板块之一 决定从做合约机 转向消费者为中心的高端自主品牌 任正非当时甚至还表示要做到世界第一 或许看到那个时候的苹果三星魅族的崛起 和手机行业即将到来的巨变 之后 华为将旗下所有面向消费者的业务 整合到一起 成立了消费者事业部 成为华为三大事业部之一 同时任正非承诺将会给这个新部门 大幅度的支持 至少在研发预算和投入上 要胜过竞争对手 当然 这也是有底气的 虽然做贴牌机不赚钱 但是2010年 随着中国智能手机的崛起 上游通信设备的需求也是巨幅增加 华为的净利润达到了238亿人民币 这是刚开始决定做手机时 也就是03点的时候的20多倍 而除了资金之外 华为在三级时代还积累了 大量跟手机相关的专利 这些加点就是底气 但是空有的粮草也是不行的 还有一个能打硬仗的将军 任正非这时候看上了一个皮糙肉的汉子 这个人就是华为消费者事业部 现在的总裁于承东 华为公司在目前机会来说 应该是作为庞大的 但是他的手机业务 确实经历了一波三折 从之前绝不做手机 到后面进入手机市场 甚至还差一点 把自己手机中端公司的购物份给卖掉 正如任正非自己说的那句话 就是我为什么比你强 是因为我经历的挫折比你多 在挫折这块上 华为确实经历了不少 华为的第七视频 咱们算是开了一个头 把华为进入智能手机领域之前的这段故事 全都跟大家讲了一下 下一期咱们就讲一讲 华为真正进入手机消费者领域之后 是怎样一步一步 现在做到国产大哥这个位置上的 这期视频就很长 感谢你看到这里 如果点赞过来忘了的话 我们就加快手机简史的制作进度 特别特别特别感谢 记得三连一下 更多精彩的视频 大家都可以在B站 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都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 新机型的首发体验 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的 不过人的体验 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